所以小偉是滿車堂 不適合小偉啊 我就直接說了 哇小啊 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級人 哈哈 我們今天要幹嘛 賣車 不是啊 看車 誠如各位所見 這是一台 Hyper Mota 950 SP 登登 登登 你自從上次試完那個 Ducati Hyper Mota 950 之後你就一直笑想 已經一年多了 我越來越覺得 就是我後來回來之後 就越想越覺得 那個車不錯 然後它的屁股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越看越喜歡 然後就開始 大量的翻閱 一些國外的試車的影片 然後我發現了一件事 非常的詭異 就是國外很多像 就有點像我們這樣 它就是一些 網路雜誌啊 評測的那種頻道 的記者 他們自己本人的車 竟然都是這個 好幾個 大概有兩個 還三個吧 那也沒有到很多啊 就是那種 騎過很多車的人 自己要買一台車的時候 都買這個 我們剛來的時候 它有點發不起來啊 沒關係啊 它就有點沒電而已嘛 它已經被丟在這裡很久了啊 台灣是不是這個 受眾比較熟 應該說是完全沒有吧 哈哈哈哈哈哈 太奇葩了 這個造型真的是 可是很耐看啊 我不知道啦 我覺得它就是 行行喉喉車啊 就是他們用英文講 常常會說 這個車非常的horican 我去查了這什麼字 他們說流氓 嗯 流氓 對啊 我就是看了很多 國外的影片 發現它裡面 講了很多 跟我們當初的感想 是一直有相呼應的嘛 然後我自己一直覺得 我為什麼會喜歡這個車 沒道理啊 這不是我認識的史丹利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太無情啦 哭啊 我覺得很納悶 我自己到底怎麼了 總而言之 就知道有這台車在賣 就特地跑來看 賣多少啊 它好像開90吧 跟它說50要不要賣 我說不出 這個車當初新車 已經快要100萬了 好啊 我們研究一下 然後它改了這個 它起誤勒 哦 因為天氣很冷 然後我們剛剛發動它 裡面的機油就熱熱的 這樣 好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第一次看到 土哈體的 這個實際 做起來的樣子 反正它其實還是 濕式離合器啦 只是它把這個 CASE的外蓋 整個包含這個黑色的地方 跟紅色框框 就是換成一個透明的這樣 這是改裝的吧 對 改裝的 這個可能要個 三四萬塊吧 我不是很確定 卡氣管 鍛造輪圈 鍛造輪圈是SP原廠的啦 是哦 SP的版本 它就是 前後都是鍛框 跟前後都是Olinx 然後標配進退快排 標配大閃電嗎 好像也是哦 然後現在這台車才騎了大概3000公里吧 嗯 應該 就是它的第二個主人 不要它了 你可以把DoubleR賣掉啊 換這個啊 你的賽道日也都是 不是騎自己的車啊 都在騎R1嘛 也沒有就是 有一些是別人的車啊 我們今天來之前 就知道了 今天一定是一個 非常非常猶豫不決的 看車的行程 因為你看旁邊那個是什麼 Triple R 黑色的我覺得正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不喜歡黑色的 正好彩貼 我不喜歡黑色的 可以彩貼 不要 可以彩貼 好啦 我這樣說好了 看到Triple R 因為現在很尷尬 兩台車其實價錢都差不多 那個是新車 全新車90出頭彎吧 現在 然後現在這個 Hyper Mortar 950 SP 嗯 它已經被騎二 3000多公里 然後已經一年多的車了吧 也是90 所以兩個一樣錢 我也不知道買哪一個 我今天一定不會做決定的 那你講那麼多幹話 我不知道 我只是想要來 好好的看車 然後猶豫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的話 會選哪一個 我先講我自己的感覺好了 那傢伙 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工具 就是你的工作需要 當然它是品質非常好 性能非常好的工具 可是我始終看到它就覺得 好像一個工具 就是一個器材 對 你必須用它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對 例如該死的刷單車 你懂我意思嗎 看到它就會有一種很嚴肅 我需要很專業 然後它一定要在賽車場的那種感覺 嗯 它是工具 這個玩具 我只是想要 好玩 開心爽啦 耶 你要騎它去幹嘛 我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騎它 我也不知道 上班應該可以騎吧 然後 可能可以騎去天人吧 可是 我們什麼時候有空去天人 我也不知道 但是不管 我就是覺得很想要嘛 呵呵呵呵 你剛剛說這個我有一點感觸 你知道 怎樣嗎 就是齁 你說這是工具對不對 工具啊 你不是說它是日輪刀 你知道日輪刀要幹嘛嗎 日輪刀就是工具 你還喊鬼的 殺鬼 是不是 可是我們已經有一把啦 就覺得重複性很高啊 就很窮嘛 就只能買一台車 嗯 我的W1賣掉也換不到多少錢 都還要再貼錢 大概五十萬嘛 反正就是只能買一台 對吧 我如果今天離開了這個 跑去買了那個 我是不是就再也趴不下去了 不會啊 你還有一把日輪刀啊 你是說R1嗎 對 你還有一把 臭小子嗎 對啊 現在正變成比賽車的樣子 可是你看它 貼了一大堆膠布啊 反正就是 就是日輪刀啊 它正在殺鬼 它正在砍 對 現在在砍舵機 對最近正在砍舵機 好好看喔 可是你看 它一壞掉一幹嘛 就是去住院個好幾個月 然後就回不來這樣啊 那就是比賽車的宿命啊 你看你已經多久 沒有自己的車可以騎了 有點幹 要騎那個660 騎 騎一個他媽 差點中風生氣是不是 好 660是無辜的 我覺得都是 輪胎 輪胎的問題 輪胎沒配好的問題 也不是 我不熟啦 我不要一直怪輪胎 那天姑姑跟我說 我要 細心的去體會 一台車帶給我的感覺 就是 有點慢 好啊 你不覺得這很好看嗎 而且你看 一手無法掌握的金筷子耶 它出到就是我握不住 你可以嗎 手長了不起喔 不要這樣 這是40幾的啊 好粗喔 48吧 這個好細喔 對啊你看這個很輕鬆圈 你知道我很難接 那是歐洲人的尺寸 好啊你看你如果要理性來比規格對不對 那個有前後歐靈石 前後鍛造框都已經弄好了 對 符合它有200V 那個只有114 對 將近兩倍的動力 可是這個山路可以把它拔爛了 對啊 這個就平常路上騎很快的 低轉扭力又好對不對 上次用這台 把V2拔了跟狗一樣 對啊 為什麼 那時候配的是什麼 Rossos 3 亂拔一通 我記得我們影片裡面有講這台車 就是自帶抓地力的部分 對啊 有一點好奇怪 尤其一出發那個時候下雨 地全是就像現在這個樣子 對 猴子直接射走 對啊 它竟然可以直接騎走 是怎麼回事 啊 當然它可能就 拿去騎賽車場 可能會有很多騎奇怪怪的問題 可是 喔 這個騎賽車場 我跟你講怎麼騎 不要轉彎 我有想過 如果我們真的買這台車的話 鹿圓石跳上去 對 如果真的買這個 我一定要 拍一集 整路切西瓜 我上次就跟你說 如果我要拍 你就說不要 我上次就說要拍 你說不要 我就借一台這個去 整路切西瓜 然後看可以刷多少 不要 1號彎不要煞車 然後3號彎不要左轉 直接直走 然後就切西瓜 然後所有減速彎都不要理它 直接都騎走 然後騎在草上 然後11彎不要右轉 也是直走 對 就把它用最Smooth的路線 全部連接起來 這樣可能有兩分內 騎一圈 就被人家出黑騎叫下 然後撕貼紙 你借這裡不准上去 我看你完全是不懂啊 我就切不進去 我不會轉彎 轉不進去啊 你不要假的 這樣會造成其他車手的危險 好吧 那你要先買啊 要買沒 買給我啊 買給我 我們錢都拿去修車了啊 有沒有人沒有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車的啊 欣欣猴猴車 要滑胎不滑胎 要借車不借車 可以借我騎啊 好啊 我也不能說不要啊 呵呵呵呵呵 可是你看 真的跟這個一樣錢耶 怎麼會這樣啊 限車 我們終於等到限車了 它現在沒有主人 我真的要講啊 這個路上真的不太好騎 對啊 有沒有 有沒有 因為它的那個動力帶 不然你就是要把它吃筆改 改命一點 很大嘛 它媽媽上次騎那個 真的騎不快會動 嗯 可是那個不用啊 那個放離油去就會走啊 對啊 可是它真的嗨起來也是蠻嗨的啊 就那種 大概200左右 我還記得我那時候騎完 第一句話就是 這車根本就是 為了我做的車 它超適合我的身材的啊 長長的油箱嘛 然後腳它很高 把手很窄 不像那個 我騎在那個上面 我腳根本就碰不到它到地上 哦我知道了 我已經猶豫了很久 你有看過那個日本啊 他們不是有 跑那個金卡納還是什麼的嗎 對 他們不是把那個跑車的靶改這麼高嗎 哈哈哈哈 然後可以壓超低了 你就改成這樣就好 好好一台車 我們一定要這樣侮辱它嗎 你就把那個前叉的靶 定做一個高靶 然後 坐起來就好了 讚 丟臉 怎麼會 你就兩種靶啊 要去賽車場把那個靶換回去 要去一般路上把那個靶加起來就好 嘿嘿嘿 我知道了 你改兩隻啦 一直在這裡 一直在這裡 哈哈哈哈 不用猜了 哈哈哈哈 我怎麼覺得你真的很有想像力 兩個油門 平常在這裡 然後不高興就 想要輸贏就嚇了 想要輕鬆就上了 那個剎車都可以好幾個 為什麼滑手不能好幾個 我真的為這台車感到不值 被它講成這個樣子 我現在把它推倒就可以買了 推倒人家只會叫你修好而已 是喔 對啊 真的要講喔 啊 對啊 這個車就是 為我做的啊 它的整個幾盒就超適合我的 所以小偉也是買這台 不適合小偉啊 我就直接說了 沒有啦 我不知道 我羨慕人家可以買 我不能買 好 我沒有決心買 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對啊 這真的騎一下 就會腰很痠 可是卡在這上面 真的很舒服啊 還可以教你 登大廊 如果今天要去比較遠的地方 比如說去 墾丁啊 或什麼 你會騎這個嗎 當然不會啊 如果可以騎海波就好啦 可是 就一樣的問題啊 我一年有幾次的機會 可以去比較遠的地方 應該說 你現在只是因為 你沒有適當的工具 讓你沒辦法去比較遠的地方 如果你有適當的工具 可以去比較遠的地方 你就會去比較遠的地方 不會啊 我老婆不會讓我去 蛤 總監又不會讓我去 不會 你可以帶著他一起去 很難啦 對啊 沒有啊 你當日來回也OK啊 我上次去高雄當天來回 台中出發到高 到台南高雄 也才一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就到了 然後回來就跟我說 大概被拍了二十幾張 沒有啦 所以你現在上去 就覺得又這個好了 我下來好了 好煩齁 這個很好啊 對啊 超好 比R1好做啊 R1的油箱就 我不會講 什麼 R1的油箱就一直怪怪的啊 哈哈哈哈 總而言之 這個就是我已經 糾結了大概 半年的事情了吧 不只吧 他每一天在群組 就是一直在那邊 他要這個啊 又要那個啊 又要這個 又要那個啊 然後我就說 那你幹嘛不買什麼 他就一件一堆啊 什麼 車價不是銀色的啦 對對對 你看 Triple R車價不是銀色的 有沒有有沒有 嘻嘻的 然後我就說 那你就買SC77嘛 他是車價是銀色 他又說什麼 那個 跟我現在的一樣啊 然後怎樣怎樣的啊 對啊 那跟我現在的太像了啊 啊 我們以前一開始這樣講 還被人家罵 哈哈哈哈 其實真的很像嘛 就很像啊 啊就是人家有電控 你沒有嘛 那個動力不需要電控啊 這個才要 C77S P2不是有190嗎 總而言之 廢話了那麼久 我們就是 沒有辦法做決定 就乾脆不要決定好了啊 為什麼 讓大家在底下留言投票好了 那你也 你看了投票也不會選啊 對 哈哈哈哈 那你還叫人家投票不要做這種多餘的事情好不好 好啊 這就是 可以結束了沒 我們今天就是來測人家的車拍一支廢片 跟大家聊聊天 讓大家知道我們到底在想些什麼 不知道欸 如果有錢的話 我當然是想要 有一台跑車 一台 這個 然後一台滑胎車 一台街車 還沒玩哦 我已經說了不行了 我可以再要一台速克達 對 那這樣要六台車 沒有 那只能兩台的話咧 一台仿賽車跟一台速克達 大台的速克達 等一下等一下 小台的速克達不要算的話 你還是想要一台大台的速克達 對啊 真的哦 我一直很想要買一台大台的速克達 就為了工作需要 對 就是工具 全都要 就像你有時候拍片不是 都要載一些設備還是什麼的嗎 對啊 那有時候開車我覺得很不方便 大台速克達方便多了吧 而且又可以上快速道路 你怎麼這麼實在啊 蛤 我只想要一台仿賽 然後一台這個 誰跟你速克達 我不要 你又不用載東區 哦 像我上次騎那個X-Mate 300 我就覺得蠻棒的 雖然它很慢 不是很慢而已吧 你還差點摔車 哈哈哈哈哈哈 差點摔車對我們來說 好像是很平常的事情 很容易就忘記了 甚至有時候真的有摔車 也不會記得 像黃浩的 我大概只有摔一次而已吧 啊大概就是這樣了 好啦 大家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感想盡量的留言 我一定會看 但是我不一定會聽你們的 X的有一個人 X的今天在那個 我們的頻道說 他覺得校長是一個 很智障很低能 沒有水準的智能 我沒有看什麼 你跟我講 我看我看我看一下 我現在看 他說 剛開始看到貴頻道的影片 對 其實很喜歡校長的講話方式 很客氣 很客觀 目前能力也沒有話說 是成功人士該有的特質 讚 相對著另外一位跟屁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 怎麼會忽然跳成又在講你了 我怎麼知道 跟屁孩一樣 講話其實沒什麼內容 跟禮貌 我算很有禮貌 還面完很明顯 個人觀感感到不舒服 也盡情見諒 我覺得你很成功 就是 扮演好那個 沒水準的角色 好 沒關係啦 我知道你是發自內心的 怎樣 發自內心的沒有禮貌嗎 對啊 哈哈哈哈 靠謠 哈哈哈哈 發自內心的沒有內容嗎 我講話很有深度好不好 沒有 打文章的時候才有深度 講話的時候很難 他可以試著跟他吵架看看 他應該會嗆到你媽都認不得你 很討厭的人 我都不會罵髒話 我說就是回文的時候 我不罵髒話 我反而是回文的時候 只想要一直罵髒話 哈哈哈哈 然後打一大堆 再自己刪掉 這叫反差 角色反差 你知道嗎 一個成功人是教育一隻畜生 啊 反正 沒關係啦 對啊 就是這樣啊 掰掰 好 直接結束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